Layu聊事件以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 賽爾特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的飛龍 飛龍選擇的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特色是他擁有工程器的攻擊速度最快的特性 而且只要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工程器的血量會再提升很多 那賽爾特人他的主力部隊還是作為步兵 作為主力比較適合 比重速度比較快之外 而且還有這個鬆爛武士 只要科技全滿情況下 傷害師跟遊俠是一樣的 所以賽爾特人通常需要用到騎士的時候 通常可以使用賽爾特人的鬆爛武士作為取代 那前期城堡是在初期 還是可以考慮出一些騎士當作前排 那後期可以考慮轉一些大洛馬 但是他大洛馬並沒有品種 所以或許會稍微可惜一點 那賽爾特人的伐木速度是有幸運最快的 所以他經濟其實也蠻好的 也很適合在封建時代打工兵 接續城堡時代的奴兵 接彈道學的一個流程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出生點位5點鐘方向的Hera 那Hera他的打法呢 這個是選擇了波斯人 波斯人呢他的特性是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非常快 不管是點村民呢或是織布技術輪走 手推車生時代都有這個 工作效率的增加 那波斯人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他的騎兵路線有這個特殊單位薩瓦爾 是遊俠的稍微進化版的東西 那他的槍兵呢是正常的 但是他的劍兵是不能升到常劍兵 所以到地洞時代如果遇到老英國打老英報 還是要克龍技的大洛馬或是薩瓦爾的騎兵作為主力 或是要轉火槍才能夠擋住 那他的其他的部分呢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是僧侶部分是非常爛的 可以看到這邊什麼科技都沒有 但是以單純來招藏對方的單位來說的話 還是稍微可以堪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目前看到Hera的家裡地形看起來還可以 但是沒有打算要圍正面反正是先圍了屁股 那為什麼先圍屁股呢 最主要是圍了屁股的話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對手就只能從右邊這個地方入侵進來了 好那看到賽特人肥龍 這邊是點出了兩棒棒騷擾的開局模式 兩棒棒先騷擾 那待會可能會轉這個工兵開 好棒棒轉工兵 是一個蠻常見的打法 那為什麼是轉工兵呢 是因為會有挖黃劍的狀況 黃劍可以延續到封劍時代的工兵路線 所以棒棒轉工兵是一個比較好的轉兵策略 好那由於這邊是打兩棒棒開局的關係 所以現在生時代會稍微慢了一些 Hera這邊點下來一擊伐木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員影片所講到的 為什麼裝甲步兵開局不太適合新手去學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說的狀況 你這兩棒棒沒有殺到任何村民 反而就借漏馬 跟棒棒被對方村民反殺了 那這邊就會輸這個一擊伐木的時間 還有這個一擊都有可能會輸 好 肥龍這邊是居然直接轉裝甲 哇三裝甲就去出 看來 好還是要轉工兵 好 可以啊 然後Hera這邊漏馬過來騷擾一下 但還沒有成型起來 好裝甲過來囉 好四隻 四隻裝甲的威力就不一樣了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這裡Hera完全沒有維家 家裡也沒有轉射箭場 要是繼續出肉嘛 好但村民可能會死喔 因為這邊裝甲傷害非常的高 來看一下有沒有可能砍死一村 一村應該是可以拿下 哇果然拿下了一村 但是Hera這邊還是很厲害喔 把蠶食的兩隻村民已經拉走 這邊再拉更多血量多的村民過來解決 但裝甲步兵移動速實在太快 追上了村民直接一刀帶走 最後剩下三隻裝甲步兵還在繼續殺了 這隻村民可能又要被砍死 高打地的裝甲步兵傷害是不能小觸的 哇我的天這個村民死了有點多啦 三村 OK那這樣四裝甲 再加上原本的那兩隻 我是六裝甲換三村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啊 雖然不能說是轉啊 但至少是一個不錯的回報筆 那飛龍這邊是繼續要轉裝甲嗎 還是要轉弓兵呢 這邊是稍微轉弓兵了 Hera這邊家裡有點受不了 把這個肉馬拉回家防守 但是村民已經解得差不多 好那這邊就要轉射箭場了 對方的槍兵數量越來越多 先用肉馬直接夾住兩隻槍兵 再用這幾隻肉馬 直接把正面的弓兵給夾掉 好前期的打鬥 Hera是有點小虧的狀況 而且這邊還偷到了兩頭肥豬 但這個肥豬沒有帶回家吃 讓Hera的前期經濟稍微差了一些 好 賽特人現在是繼續走風兵路線 裝甲步兵不出了 而且六個人挖進其實算蠻多的 好 四季已經補下 稍微要買賣一波 好 馬上買賣了 好 那為什麼要買賣呢 最主要是自己想要趕快升時代上去 賽特人風劇時代打越久越不利啊 畢竟他最強烈的東西還是工程器 那一線上 城堡時代的話 就可以轉出這個升頭的戰術 或者是打這個升 頭石車或配騎士工兵的路線 那賽特人最強的打法 就是在風劇時代 坐了一堆工兵 然後到了城堡時代 直接工兵配頭車衝車 還有一些少量騎士 就是全黃金兵一波把敵人帶走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 我綠菜來說是十分好用 但是對上職業選手 這個強度有點 不言而喻 因為 對手通常你知道賽特人製造很強啊 都會轉一些戰矛啊 或是從石車褲雕屬轉這個 救贖思想 去著想對方的科技 或是直接提醒 阻止對手去來蓋前線的工程器製造手 結果赫拉為了追最頭兵 結果讓對手有機會 在家裡自家門口補兵去軍營 OK 這邊是選擇了 槍兵配頭車的路線了 好赫拉這邊的反應速度也很快 看到對手這樣開局 馬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這邊稍微微死 哎呦 算了 這個居然是馬公 馬公配頭子器 這個有趣了 好先出來 先稍保一下 好直接串燒 讓這七隻村民只能 往後逃跑 這邊有非常多的部隊已經來了 現在要注意的是 HERA的附金只能靠這塊存活 還好還有附金在後面 這邊這個金如果不能插把的話 可能是沒有辦法守住了 插箭塔也沒有辦法很好守 好 果然飛龍是造了幾隻騎士 開始騷擾家裡 還抓到了幾隻村民 好這裡再圍一下城門 馬公高打低 現在波斯人的馬公 城堡時代算是能用 帝龍時代也有重裝馬公 但是他的缺點是沒有三級色 但他的優點呢 是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就會研發了安息人戰術 所以波斯在城堡時代的馬公路線 遠防是非常高的 OK 那現在對方衝車 飛龍衝車加上頭車的一個路線 開始給HERA極大的壓力 那馬公要是數量不只成型的話 甚至連騎士都很難反擊 唉唷 這台頭子車一出來 直接打掉牧場 好這邊想要直接守屍 頭子車 好 趕快修趕快修 頭車修起來 馬公繼續輸出 這一波四隻騎士 沒有把頭車給拿下 但是前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已經被換掉了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兩板木頭 對於黑蛙來說是一個蠻大的負擔 那我覺得還是應該補一下 不然待會沒頭車的話 對方頭車過來再繼續輸出就會很難受 好這裡再兩隻騎士 嘗試把頭車拿下 這裡有機會嗎 臨死之前砸一發 但是沒有預判成功 最後還是被兩隻騎士給收掉了 好這裡頭車過來打 馬公 帶馬公 一直在射 後方的臭民直接把頭車給修了起來 這一波 HERA有點小灰 好 但是現在是雙TC開龍 賽特是單TC all in一波的打法 好 後面果然在補雷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就是要先把臭民抓掉才行 不然這個頭子車一直在修理 也是很難受 好 左邊補雷工程器製造所 HERA這邊是有點斷技能狀態 現在暫時按不起這個防護機 頭子車 頭子車 頭子車按不起 喔 完了完了 雖然後面的奴炮抓掉 但是 臭民要過來直接手勢頭車嗎 哇 臭民又被砸掉了三隻 好 三隻臭民直接過來 騎士按了一隻 頭車要繼續拿下 先射臭民如何 好 沒有 直接把頭車給點掉 頭車點完 騎士也射掉 好 這些村民應該就能解掉了 哇 但是 HERA這邊的村術下降有點誇張 來到了點11村 12村 可能13村要出現了 欸 結果沒有 好 飛龍這一波打的是真的兇啊 就是 一臉我就是要把你衝爛 但是 HERA並沒有被兇死 反正是夾住 用夾住單位也是蠻神奇的 這居然是用馬功路線 但是這個馬功呢 居然也已經把這個品種跟跟動物質都點完了 點的時間算是非常早了 好 這個馬功能不能把衝車給解掉呢 如果是走馬功路線的話 賽特人就會有點難受了 其實出騎士的話會很難打 圖炮跟頭車可能還是要多出一點 好 現在兩邊串民宿 差不多 現在HERA 工程器製造手 快要再轉一些頭齒車了 不然這些建築物都會被衝車給頂光 後防又一隻騎士 再度夾住 面對敵禦軍的瘋狂壓制 HERA的抗壓性非常十度 好 直接點掉 沒有登道學 還是把衝車給點掉了 頭車打衝車 效果很好 但是尷尬的是射箭場都被點掉了 這個意味著還要再補一些射箭場 才可以繼續量產馬功了 好 後防兩隻騎士在繞 HERA家裡要不要補一個修道院呢 可以稍微召想一下騎士 哇 又被抓掉了一村 但現在HERA的木頭也是相當極限 好 決定先繼續喘頭齒車 這個騎士在家裡面繞有點麻煩 但是馬功如果離開頭齒車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對方飛龍的敵士過來直接抓掉 好 現在頭疼的有點算是HERA的 不然現在是把這個城堡準備開挖起來 14隻村民 但是沒有點這個一級挖死 挖的速度有點偏慢 好 這裡又再抓掉了一村 暗血的村民拉回家想要這麼甜 不要被抓 好 這邊城堡 蓋了出來 往前蓋 把這個金礦想要拿回來 但這一波壓力會很大 頭車4隻 4隻騎士過來想要抓頭車 一台頭車被抓掉 左邊的騎士在吐司丹丹 正面兩台通車 正在修理 頭車過來炸一發 高達低 直接拍死了聰明 但這邊低大高 也換掉了一台頭車 好 現在 飛龍努力的把自己的 臭力往前 結果頭車直接拍掉兩台弩炮 又再炸了一發 聰明死傷率嚴重 但HERA最終還是把 這個城堡傷害有點高 最後還是把肥龍的單位全部搞定 殘血的馬空上來追 想要先把弩套給點掉 真鯉也點光 頭鯉放出來 把這台衝車打一打 跟堡就能守住 再把殘血的偷子車拿下 變得很近 想要讓偷子車不能進攻 要小心 不能離太原 打工換燒 再換掉了一個 殘血跑掉 OK 哇HERA這邊打得相當極限 剩下兩隻村民只能 無能狂怨 對著城堡一頓輸出 總打的是1 現在村民雖然打這個 石兆 建築物 這個防禦力有6 但是這個城堡 總打的時候還是1低血 現在還有這個近戰8點 OK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HERA轉出了一隻大象 直接把兩隻村民給頂死了 波斯戰象 也是斯基帝國裡面 戰象裡面 攻擊力跟血量 最高的大象 比臨死之前還換了一村 現在肥龍的村民術 還是落後於HERA HERA3TC開農 殘血的肉馬 誒 這些肉馬居然是存活的嗎 蛤 躲在哪 剛剛沒有看到 好這邊可以放在城堡上面 讓神律補下血量 這邊兩隻騎士想要過來抓村民 但是已經有 村民開始蓋出了建築學 後列馬就繼續蓋 來 好 波斯戰象 開抓 我後面的鼠之騎士有點多 砍村民速度有點快 這裡收村 但是 有些村民沒有收進去 還是被抓掉了一些數量 好 後面鼓勵士忌 或是戰象只能勉強守住 移動速度還是劣勢 好 HERA這邊3TC 弄的速度開始加快了 HERA這邊開始展出一些僧侶 要來繼續招向騎士 好 肥龍要是這些騎士 沒有辦法抓到太多村民的話 喔 但這波好像賺到了喔 哇 直接堵住村民的虛弱 好 走 好 肥龍家裡也被騎士跟肉馬騷擾當中 現在被騷擾的不是只有HERA 肥龍家裡也是一團亂 波斯戰象 開始一向擋大量的騎士了 有點效果 難不多 好 現在四處打 現在有點尷尬的是 肥龍經濟好像不是那麼的好 被騷擾了一下 現在 質量雖然是領先HERA的 但臭民宿 還是又被反臭回去了 而且現在3TC開始運轉 待會經濟差距會開始被逆轉 所以肥龍一定要想辦法 讓他的城中心不能正常運作 好 這裡直接過來蓋寶 這根寶很關鍵 要是肥龍這根寶能蓋起來的話 HERA可能就大難臨頭了 那HERA現在家裡能守住的兵力其實並不多 只有五隻騎士 四隻僧侶 後面還只能住進城鎮中心裡面 防守而已 好 HERA這邊也是趕快過來蓋寶 好 一個對寶 這邊能夠成功守住嗎 好 直接到了一些單位 後面過來直接要守司 來看他這一波的交戰 這裡後面直接印刀騎士 騎士直接判變 兩隻騎士判變 三隻也判變了 三隻騎士都被拿下 後面開始大打出手 想要守這根城鎮 這個城鎮還有8%就能蓋好 還有5% 哇 最終變成了倒腿寶 肥龍這時候打出了GG 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沒有想到肥龍這根寶 雖然是動盡了全國之力來蓋寶 也不是全國 大概半國 哈哈 但沒有想到這根寶 剩下6%就能蓋好的情況下 沒有蓋好 三隻騎士過來呼駕 也被HERA的勝利全部招響掉 有點可惜 那肥龍這根城鎮如果有蓋好的話 稍微還能再繼續打 甚至有逆轉的可能 但這根寶只要一蓋不起來 基本上就是沒救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肥龍拿下黃金上的勝利 總支援也是肥龍贏的 贏了大概4000多黃金 雖然雖然黃金輸了 但其他支援都是由小贏的狀況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我們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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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一個遊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